大家好,这是游戏废人 之前介绍了一堆欧美系游戏 但台湾观众应该还是比较习惯日系 所以今天就来介绍一款日系黄游 八重头一文奇谈 女主角尹山伦子是一位精英女教师 在过去的学校发生了绯闻 于是暑假期间回到故乡八重头岛 想找一份新工作 拥有着傲人身材的伦子 自然成为众多男性的觊觎对象 同时得知岛上有着怀孕季的习俗 并将在八月三十一日举办祭典 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就像木禅名气时 游戏中也的确会用禅教贯穿事件与结局 不管做什么 轮子都会在八月三十一日迎来生命的终点 只有找出幕后的原因与破解方法 才能活过八月三十一日 其实除了真结局外 有两个结局有活过八月三十一日 但也都算是被ending 游戏严格来说不算剧情像游戏 而是由一个特定的背景 与多个故事结合而成 游戏采取完全开放世界 且地图非常大 除了八月三十一日强制被ending外 其余事件都能自由触发探索 随着遭遇慢慢了解八重头岛的背景 与过去故事 就如同游戏名称 一文奇谈 这些故事包含着乡野传说 灵异与过去的悬难 例如游戏中有一条非常漂亮的 向日葵大道 白天经过会听到散布的老人聊到 过去这里曾经发生过一起剑杀案 找到大道旁的神社参拜三次 之后穿着跟被害女生一模一样的服装经过 就会遇到下雨事件 如果玩家选择到车站避雨 就会回到过去 体验到被害者一模一样的遭遇 如果不躲雨直接离开 就会看到一个穿着相同服装的半透明女子 孤单的坐在车站椅子上 想破解这个轮回命运 轮值就必须要从这些乡野传说中寻找线索 游戏可多周目进行 结局后会自动进入新周目 且完全继承能力与物品 玩家就如同木材迷替时的弥巴 带着过去的记忆不断轮回 作为皇友本作的色色内容虽然不少 但图片变化并不多 色色内容大多是强暴 且本作还加上性病与轮值终究都是不愿意的设定 并且有猎奇场景 对于单纯想色色的玩家或许需要考虑一下 但不排斥上述内容又喜欢探索解谜 倒是非常推荐试试看这一款 八重头一文奇谈 以下会介绍主要结局与剧情背景 可能会大幅影响游戏乐趣 若想自行体验的玩家可以直接离开 那么我们倒数 5 4 3 2 1 游戏包含真结局共9种结局 真结局必须要把破碎的心之外 七种结局都体验过才能触发 破碎的心是突发式结局 当轮值以精神灵的状态度过一天 通常就是被强暴完 就会获得一个黑色乌痕 当拥有三个黑色乌痕 就会强制触发破碎的心 疯狂的轮值会拿起铁管杀人 这个事件会带出一个线索 轮值会对警察喊 不管我怎么哭尖叫都没有人帮助我 但现在这样很快就到了 岛上所有人都在串通骗我 最终轮值也因为攻击警察而被当场击毙 接着是七个主要结局 这七条路线没有先后之分 单纯看玩家怎么玩怎么触发 但最容易优先触发且强烈建议先看的 是扭曲的爱及其终结 羽工翔太是轮值到八重头到任职后 班上的一个学生 成绩优异且可爱的翔太很快就引起轮值的注意 随着发展轮值与翔太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最终两人成为了情侣 乍看之下是最完美的结局 然而8月31日 轮值失踪了 班上马上来了一个新老师 然而不管翔太怎么问 新老师也只是说轮值掉走了 基于隐私不能透露掉去哪 失忆的翔太在9月12日来到了神社 神主奥春出来迎接 并表示校长通知翔太想找轮值 兴奋翔太马上询问轮值的下落 奥春表示他知道到我家来谈吧 9月15号新闻报导 一名失踪三天的男学生尸体在八重头穿被发现 尸体旁留有遗书 警方表示是自杀 这个结局完全没有透露任何线索 就是留下了一堆悬念 非常有木材名气石的感觉 再来第二条路线 体育老师坂东容额翔太线的延伸 乍看之下有些病态 但跟翔太线结局比似乎又比较好 从轮值到岛上第一天 就千方百计想拐轮值的坂东 会偷拍到轮值与祔太约会的照片 只要在学校被坂东抓到 并以照片胁迫 之后在路上坂东就会随机出没 只要被坂东抓到就会被带回家 一定次数后就会发生坂东求婚事件 答应后就会进入结局 少数能活过8月31日的结局 由此可以知道其中一个避免方法 8月31日之前怀孕 结婚后的坂东一改过去 变成温柔体贴的人 出乎意料的也对轮值非常专情 但毕竟是先强暴后求婚 轮值也会感到内心纠结 同样还有一群不怀好意的男子 觉得被强暴还答应求婚的女子根本有病 于是坂东不在时 这些人登门找上了轮值 第三条路线 玉宅族尤刚聪 轮值班上还有一名学生名叫尤刚聪 只要轮值不断提升动漫知识 就能跟他开始攀谈 同时游刚会自己扮演克奥德 并要轮值扮演帝法 进行各种色色行为 这条路线与背景故事较无关 也是少数活过8月31日的结局 之所以能活过 是因为8月30日游刚带着轮值去古米家 从这我们可以知道 第二个可以活过8月31日的方法 离开岛 游刚终究只是个肥宅 而被众摄影师给击倒 被赶出会场的轮值 跟着摄影师们外拍反被监禁 之后脱困后没再回岛 而以秦色工作者的身份活动 乍看之下 好像算是比较好的结局了 第四条路线 本庄副次郎爷爷 在轮值公寓北方就是爷爷的家 是过去轮值在孤儿院时常去探望照顾的人 只要持续照顾副次郎爷爷 就会触发轮值被副次郎爷爷下药迷婚的结局 迷接后的副次郎爷爷会说 反正这个月后就一切结束了 为什么轮值要回到岛上 之后轮值会被爷爷监禁 直到一天早上电话响起 副次郎爷爷说今天要告别了 爷爷含泪翻阅的日历 上面写着8月31日 这条结局提供非常多的线索 1.轮值是孤儿 2.爷爷知道轮值在8月31日会从此消失 3.爷爷知道轮值会发生什么事 这条线也带出另一个线索 要找出打破轮回的方法 爷爷是关键 第五条路线邻居 只要持续在晚上使用巨大按摩棒 就会因为声音太大惹火隔壁邻居 持续吵到邻居受不了灯门拜访后 之后晚上睡觉就可能发生被闯空门强暴的事件 之后只要晚上有锁门就能避免 但若没锁门发生3次 轮值就会直接被绑架到邻居家 8月31日当天 神主奥村会带着校长与其他人到轮值家中找 判定轮值遭遇意外的奥村 会要求到各个可能人事家中搜寻 就连校长家都不能排除嫌疑 同时还提醒联系警方别忘了提到奥村的名字 临走前奥村喃喃自语 今天是大日子却有麻烦了 但即使如此 你还是逃不过命运的轮值老师 而被绑走的轮值再也没有离开过邻居家中一步 作为漏便器死在房间中 这条路线可以得知一个线索 这个岛上权力最大的不是警察而是奥村 第2条路线不良少年 轮值班上有一群不良少年 每次上班都会被他们挑衅 当他们在黑板画上低俗不堪的画后 轮值可以选择嘲笑他们幼稚 之后他们会在门口绑架轮值 被带到废弃工厂监禁 逃跑失败三次就会进入结局 长期监禁的轮值已经被玩坏 也失去逃跑意志 在邻居路线奥村也提到 不良少年是可能诱拐对象之一 于是8月31日奥村直接找上门 奥村身边还有一个完全不像人类的怪力巨人陪伴 奥村会说道 玩玩我是不反对 但你们已经玩过头了 当奥村带着轮值离去时 工厂只剩下四个不良少年残破的尸体 第七条路线受胎巫女仪式 只要没有触发任何结局 在8月31日必定发生 被选为怀孕季的巫女 在仪式结束后会成为受胎神的祭品 永远被封闭在另一个空间替受胎神生产 最终是真结局 就是要找出不会变成受胎神祭品的方法 玩家必须要跟奥村学习完完整的神乐舞仪式 聆听过岛上关于受胎神的所有传说 并且没触发其他结局 才可以开始 这也还没结束 这只是开始条件而已 接下来我们要先从本庄爷爷那边 了解到驱魔师的线索 之后逐步的探索家族身世 因为这段过程其实还蛮长的 得知尹三家其实是驱魔师后 找到尹三流驱魔术 同时收集齐全准备工作后 就能进行最终决战 迎来真正的结局 其实这款游戏认真说起来也是压抑像作品 没玩到真结局之前不管什么结局都只能用悲惨形容 而且结束后游戏会自动的开始下一周目 让玩家仿佛困在完全走不出去的8月 除了这些组结局外 还有很多跟主线无关的额外故事 可以更了解八重楼岛的背景设定 只要能耐着性质慢慢探索 有兴趣的玩家务必自行体验看看 以上就是这次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